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试驾领克Z20 在欧洲叫领克02 为什么这样子去说 是因为它是非常少见的国内的车型 先在欧洲上市 然后再来到国内开卖的这样的一个车 在欧洲卖的可不便宜 3.5万欧多一点 然后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78万元的水平 埃着它来到了广州车展 进行一个预售14.6万到16.1万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基本就是对半坎了 对不对 再挨着呢就是22号coco大会 它会上市 我觉得实际的价格一定是值得期待一波的 结合它大哥领克Z10 前两天不是价格做了一波调整吗 比之前更便宜了 而且也了解到了用户所需要的 推出了800伏四驱的hello版22.98万元 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它的实际价格 你们也可以猜一波弹幕发起来 现在下定了他们卡顿的音响免费送 包括1000-3000的抵用 OK我们回到这一台车本身来好好的说一说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15万元级别的车 你们现在可以买到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和水平 我觉得都是偏家用实在性价比高为主的 你要真的找一台我觉得非常洋气年轻人的小车 然后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审美的很少 如果说要买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的话 那它价格一定就更高了 所以它我觉得在这个15万级别的车型里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咱们先说颜色 女生我觉得一定会喜欢这个粉色 它是那种带一点冰霉粉淡淡的那种感觉 我最喜欢的是红色 它在光线下折射出来的又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会带一点珠光 然后传递出来的都是我对于生活的热爱 你们懂吗 就非常好看 男生就可以选择冬极蓝的这样的一个浅蓝色 那包括中性色 比如说灰色 米色 白色 黑色 也都是有的 车场是4460毫米 轴距是2755毫米 外观咱们可以不用多说 因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套领克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 延续了它的那台概念车叫The Next Day 比如说头灯 前面这个机盖打开之后 底下还会有一个前背箱 还是无框的后视镜 转向灯 融合在了一起隐藏式的水切 值得说一下的是 它这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是兼顾了实用性 还有好看 以及风阻系数能耗的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权衡点 你看它这边是不可以往上掰了 底下有个按钮 按一下门就打开了 它的整体的风阻系数做得也很好 0.25cd值 对于它的续航里程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就要说一下轮胎了 低配和中配都是19寸的 然后逐日版就顶配是20寸的 然后Max版也是中配和高配 它们都用了马牌的轮胎 当然顶配会用的更好一点的 马牌的型号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235 50 29寸的 包括轮毂样式也有不同的可以选择 来到尾部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一点 开门之后 这儿有一个突出来的部分 它是可以承重的 小孩你可以踩着这个上车 我踩也没问题 因为我的体重是符合它的承重标准的 毕竟咱们也是比较轻 对于大人来说 可能还是会刮到你的裤脚 但是你关上门来看 其实这一块它是有立体的这种力量感存在的 它有V2L车对电器的3.3千瓦的对外放电 而且它也有V2V车对车的6.6千瓦放电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一台车 给你家里其他车进行去充电这个功能 然后这一次它也用了二代的金砖电池 整体的补能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尾翼和灯结合的这种设计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底下还有一条灯带是能量晶体的这种设计语言 然后这一条是集成了转向灯 它也有迎冰包括锁车时候的一些动态的效果 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看的 非常非常有辨识度 而且你从这儿看它的立体感层次感是非常清晰的 作为这样的一台A级的车来说 这个后备箱空间已经非常OK了 把后排的座椅放倒 它也是一个几乎纯平的状态 其实这一台车的用户大多场景 可能也就是两个人出行 你可以把这个后备箱放倒之后 哇搬家呀啥的 这是一整个储物空间拉满 底下还有个非常大的下沉空间 它的储物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的强的 OK咱们去说内饰 然后这还有个小挂钩 最大承重一公斤 OK来到内饰 我们这个版本是米色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还有个深色是灰色的 包括逐日版 它会有个跳色的安全带的设计 然后我一直非常喜欢的 领克的一个内饰上的一个元素 他们最近一直在用的 就是细化的金属工艺的这种饰条 非常的克制 但是很优雅 我觉得女生都会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我刚上车 我发现真的坐起来体验的时候 我好喜欢这个头枕 它是那种隆起 然后我给你好好的包裹在这的 你就想象一下 咱看车累了的时候 头是不是就会歪倒在那 我好累啊 然后头枕有个很好的支撑 我这个点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中央扶手座特别的短 如果说是我小个子 做的很靠前的话怎么办呢 手是不是支愣不住了 没事咱可以往前拉 你就可以有个很好的支撑 那它为什么会做的特别的短呢 是因为它这儿硬连接 就是硬性存在的 就只有这一块 这儿是不可拆的 整一个这儿都是可以拆卸的模组 如果说你把它拆掉之后 底下加一个垫子 你就可以在这儿放你的包啊 或者我宠物坐在这儿 或者我买的花啊 都可以放在这一块位置 那当然如果说我想要冰箱的话 它们也有官方的配件 你可以在这儿装一个真冰箱 可以冷冻 也可以保暖的那种 那现在这个是最常见的这个感觉 它是一个三折叠 怎么折都有面 这有个托盘 分层的 然后这个钥匙 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底下呢 有一个大大的储物空间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做自己的一些设计 这一台车别看它车小 但是充电和储物 真的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然后这 它平时咱们的充电面板 不是在这儿吗 手机这样平行的放在这儿 那它不是占用空间吗 那它们就给你搞了个纵纸的输包夹的 它里面有个软球 也不用担心撞到磕碰 它底下还有一个风冷 不用担心手机过热的问题 这儿呢是一个杯托 那如果咱们不放杯子怎么办呢 可以把它收起来 所以把它拆掉以后 这是一个畅通的空间 主副架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感 前面呢是HUD 在这个级别给到你HUD很有诚意 然后这方向盘上下都有屏的 底下呢不会打到你的腿 上面也不会影响你的驾驶视野 怀挡的换挡机构 Fryme Auto的这一套系统 再加上E卡通安托拉1000plus的这个计算平台 用的芯片是龙音一号plus的7纳米的 然后它整体的算力和内存 我觉得都是非常OK的 那整体的这个UI设计 其实现在已经被市场有一个很高的认可度了 比如说什么小窗模式啊 可以放大放小左移右移 迪亚Smart bar也可以自定义 包括它的语音唤醒的能力和响应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还有一个月级的存在就是它的哈曼卡顿的音响了 然后这一回呢是14阳 但它的功放19168瓦7.1升到 还有这边的这个氛围灯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 它是256色的 包括它和音乐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个联动的效果 你这边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 但是里面镶嵌了高低错落的氛围灯带 我是挺喜欢 这边你能摸到的都是皮质的软包 包括这儿的湿体按键 也有这个香槟精的湿条做一个搭配 我会建议大家入中配或者顶配 就Max版本 因为它有这个四项的腿托的条件 为什么是四项条件呢 首先就是升高 然后放下两个传统的 然后在这儿 它还增加了一个卷轴一样的设置 可以变长变短 根据大家的需求再进行一个调节 你的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副驾带腿托的感觉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它也有这个作为的加热 它的加热是臀部也带加热的 然后顶配逐日版呢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麂皮材质的 这样的一个顶棚 现在咱们不是织物的吗 那到时候麂皮的用上 包括中控台啊 这门板上会更加的高级一些 那当然还是要看你们的需求来 OK 那我现在呢 这是我的驾驶坐姿 咱们去二排看一下空间 前面是我刚刚邀请个头条的驾驶坐姿 然后后面现在坐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上面头部空间我觉得是OK的 而且它是一个大天幕 通透感什么都OK 如果是大高个坐应该也还可以 前面的腿部空间反正还有这样的一个距离 腿部承托性呢 如果说再长一点会更好 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A级的车 它的轴距就是放在这儿的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真五座 它中间这个座位非常的软 然后坐人也没有问题 地台也是接近于纯品的 宽度也是OK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如果说家用的话也是OK的 儿童安全座椅的卡扣也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一家三口出行它是完全满足 如果说是女生我自己想年轻偶尔要带朋友啥的 我觉得这个后排还是非常的功能性很强的 它这有空调的出风口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到夏天后排的温度会比前排温度高很多 然后哈曼卡顿音响这一个这一个 所以它整体这种环绕感做的非常的好 上面有这种金属气化的香槟金的挂钩 你可以挂帽子呀 你也可以挂口罩啊等等的 女生的一些零碎的东西 这边也有个小的挂钩 C口的接口USB的接口 我一要挑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前排的座椅是做的比较宽大的 但我坐后排可能会影响一些些 我看前方路的视野 那你可能就得往中间这样子去凑一凑 关于安全领克一直是认真的 在这个级别 它给你用了中央远端的安全气能 如果说发生事故的时候 它可以有效隔绝主腹下之间的二次碰撞的伤害 包括长达两米的侧气能 也是非常非常顶的 所以说在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领克一直是愿意下本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分享动态了 这一台车真的是在城市穿梭 开起来贼爽 开起来就能真正的感受到 这一台车的最强竞争力所在了 它真的开起来很畅快 如果说你们作为一台 在市区代步使用的话 那它真的太方便了穿梭 性能 地盘 完全艰巨 大家可以带着我这一句话 去试驾体验一下 现在门店有车了 15万以内 你真的很难找到这样子的性能和底盘 那如果说想要这样子的这种质感的话 它一定不止15万 那咱们挨个来说 首先它是吉利集团最便宜的浩瀚架构的车型了 浩瀚架构的标准一直都非常的高 它的底盘都非常的好 那这一台车我开起来的感觉 我会觉得它比Z10带给我的感觉更加的舒服一些 Z10它的底盘其实是非常纯粹的运动性能感 那在这一台车上还兼顾了一些女生想要的那种柔和的舒适感 我过一些桥间 它的这个绿震是非常柔和 但又很干脆的 包括你在加减速骑刹车 包括在快速的过弯的时候 它的抚养和侧倾角度抑制的都非常好 所以这一台车是可玩性很高 日常开起来又很舒服的一台车 舒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旋角 它是前麦夫逊后五连感的 另外一个 它的这个转向的手感非常的舒服和线性 而且女生开 你看稍微给一点转向 它就有 所以你在室内去穿梭的时候 老灵活了 再一个就是它的刹车的这个踏板 做的非常的线性 那在硬件上来说 它用的是博士的onebox的制动控制器 通风盘的是Brembo的 然后卡钳是万都的 所以也都是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硬件 然后这个刹车踏板的形成 我可以微微的点一角给大家看一下 你能感觉到它有这个制动的性能 但又不突兀 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行程做的非常的均匀 且线性 所以女生开 你会觉得这一台车非常的舒服的这样的一台车 OK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整体的动力性能也做的很强 它是后驱的车 它后面是一个250千瓦的油冷的电机 这个在同级别它的性能也是非常强了 ID系列的车其实底盘做的也都不错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电机的功率就没有它高 只有它的一半 所以如果说要性能的话 它带给你的感觉也是很畅快的 它零百加速是5.3秒 我刚刚感受了一下它的电门的感觉 哇就在这样的一台小车上 它带给了你原来好像不曾感受到的这种推背感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这一台车开起来的感觉一定是有惊喜的 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那既然是一台纯电车 咱们还是要说一下电池 它用了二代的紧转电池 然后虽然是400伏的架构 但是它用的是800伏的电芯4.5C的充电倍率 所以它充电速度非常的快 15分钟就可以从10%充到80%完成一个补能 所以就一杯咖啡的时间 OK 你就可以充电完成 没有什么里程焦虑 你其实不光光是在市区通勤 你要跑长途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而且这一次反正刚刚咱们说了 它就有一个版本 530公里的驱航里程 后驱版 区别呢 无非就是一点点的舒适性的配置的区别 基本的硬件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 去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一台车非常适合年轻人 有审美有格调有追求 又很喜欢开车 希望这一台车是不将就的 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驾驶品质和质感的这样的一群人 是你的菜吗 评论区留言 等一等22号的它正式上市以后的价格吧 我觉得一定香 你们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